目前大家都宰在家不要出门 不过吃是很重要的 让大家很伤脑筋 要吃什么 副理香荣会有鉴于此节和地方甜妈妈好厨艺 推出了自煮防疫餐包 包括了社区妈妈们拿手的梅干扣肉 芋头排骨或者是五根肠旺 金针水饺等 有十多样的料理餐包 多种口味而且简单料理 防疫期间大家在家里头可以自己煮 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期间多数民众都只爱在家 三餐要如何准备 要吃什么令人伤透脑筋 副理香荣会有鉴于此 特别推出自煮防疫料理包 要让大家少出门 确实在家自煮防疫 吃吗 吃 香吗 羊 有我们副理在地非常有名的梅干扣肉 还有我们副理在地很有名的 一家文明餐厅的芋娃排骨 还有在地的有一家非常厉害版党的胡椒嘟嘟 还有包括我们的自己做的金针水饺 还有包括我们这里的梅干菜水饺 这些都是我们防疫包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产品 农会结合了家政班员以及甜妈妈们的好厨艺 将拿手的好菜 道地的客家梅干扣肉 芋头排骨 或者重口味的五金肠旺之外 还有融合在地特色浓产的金针水饺 梅干菜口味的水饺等等 一一处理成冷冻料理包 要让民众在家自主防疫期间 也能吃得到美味又健康的在地特色美食 都是用载配的 在这种疫情非常的严苛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也是希望说大家尽量少一栋 尽量少一栋待在家里 然后所有的产品的话 我想只要载配都可以去 那福利的话就可以自己到我们的卖场来拿 而为了落实少一栋 不接触不群聚 农会在家自主防疫料理包 采网路订购载配方式 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 让大家就算宅在家 也能轻松的吃到安全安心又美味的料理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